不过岁末年中 好莱坞的红毯依然是相当的红火 由中国人打造的华丁奖颁奖盛会 就有好莱坞巨星 包括了奥斯卡影后 希拉维史旺 还有纳塔利波曼等人出席 他们一现身就抢走了美光灯焦点 一席超低金色玩了一幅 惊艳亮相红毯 希拉维史旺早已脱去电影 东风造极中的志气 一举手投足近视好莱坞女星的光芒 而这一次 希拉维史旺更是带着妈妈 首次亮相华人颁奖礼 因为她对中国电影的未来充满期待 盘棋头发简单妆容 行光溢溢的红毯上 以镜头前这位更厉害 奥斯卡与金球奖双量影后 纳塔利波曼一身黑色晚礼服 一态万歼 甚至顶得近七个月 大肚子也要来力挺华丁奖 相较之下 同样主打黑色朴树风的 美剧当红小花旦 马莎纳卢沙 则是净显俏皮 虽然大看明星都来力挺 但美中不足的是整个红毯会上 只允许使用抑制官方麦克风 而所有华人媒体中 只有东森新闻获得了独家访问的机会 外加红毯上还有东森热门节目 金头脑的前主持人杰夫 专业表现值得肯定 问整个活动增添光彩 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两天是非常的难得 因为昨天的华德奖的颁奖典礼 也是我主持 今天还有机会来主持 我们的华顶奖的红地坛 我觉得 我觉得 我的 什么在我的生活上 而刚刚点起的颁奖典礼 终身成就奖 则被著名好莱坞东东明星 席维斯塔龙获得 而再度当妈的纳塔瑞波曼 则获得了华顶奖评委会大奖 精彩不断的颁奖典礼 在洛杉矶的星空留下难忘的一夜 东森新闻 魏宽 彭迪 杨平俊 在洛杉矶采访报道